第四章 报名 那好 接下来 我说一下我们的训练安排 军训总共15天 早上6点起床 6点10分下面集合 1公里拉链逐日递增 11点半吃饭 然后进行训练内容 午饭 下午休息一个小时 训练 5点半吃饭 休息一小时 晚上训练 9点半回宿舍 10点熄灯 有问题吗 教官 有个女生怯怯地问 说 有 有牺牲补贴吗 我们有 你没有 教官说着 转头不理会了 过了一会儿 转头粗声粗气道 你们互相认识一下吧 有问题问 没问题坐着 大家面面相觑 都看向新科班长宣默 宣默和众人对视伴赏 疑惑地看向田晶晶 她的记忆中没有当班长的信息 要做什么她完全不知道 难道是和战斗时一样 队长负责布置战斗任务 田晶晶翻了个白眼 摇耳朵 你要先自我介绍 让大家介绍一下 薛默点点头 大声道 我叫薛默 女性 十五岁 住松月十社三零二 现在从你开始 自我介绍一下吧 这么一板一眼的自我介绍 在现在还真是少见了 被点到的坐在最里面的女生 弄了一下 道 我叫徐静 那个 在 住在三零一 我叫某某某 住在三零一 死板的班长带领的 自然是不那么活跃的班级 这个由中考成绩决定寝室的地方 这一车女生 都是成绩在一高算是中等 甚至偏下的 典型的被遗忘一足 于是大家都低调了下来 军营确实很远 已经出了市郊范围 前方远远可以看见青山 卡池上坐得很累 很快大家都表示出了不是 周教官总是偷偷观察 他手下的新科班长 薛默同学一直笔直坐着 他虽然不知道 蓝星军人的军资是什么样 但是本能就是本能 军人的古风 气节 纪律 和应有的姿态 全都深深烙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所以不由自主地 还标准地坐着 比军人还军人 不由自主地 本来想放松一下的周教官 且笔直地坐着 不敢有一丝放松 终于 青山间一个巨大的山坳中 一个军营出现了 两边站岗的战士打开门 把一辆辆卡车放了进去 沿途经过一个大轿场 很多没有军训任务的战士 沉斑地进行着训练 摸爬滚打海神震天 很是热血 好原始的训练 原始到 薛默都想不起 他在哪个博物馆里看到过 快到了 大家准备好 教官喊了一声 已经没有力气抱怨的女生 纷纷拿起背包 车一停 就一个接一个地跳下去 然后吐地吐 蹲地蹲 抱怨地抱怨 轩默继续笔直地站着 轩默 训练还没开始 不用这样了 田津津揉着腰走过来 总算有点看不过去了 说道 你累不累 轩默认真地看着他 在军营里 不就应该这样吗 还没开始训练呢 不用了不用了 轩默继续立正 他做不到放松 只要身在这样的气氛中 就会让他剑拔怒张 哎呀你不要这样啊 等会儿教官肯定会拿你 做训人教材 会招人怨恨的 田津津终于说直白了点 放松了放松 虽然不明白 田津津在说什么 但薛默还不至于 这么不变通 他略微地放松了点 从笔直地站着 到笔直地靠着车边 拿好包跟上来 去宿舍 铺好铺盖就集合 于是学生又一窝蜂地 被赶到宿舍去 接下来几天 薛默和重新生一样 中规中矩地训练着 由于动作简单 认真的人也很多 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出挑 唯一出挑的地方 就是直到现在 已经达到每天早上 两公里拉练了 他是少数能和那些 体育特长生意起 不间断跑完全程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脸不红 气不喘 低高的每一届军训 都比别的学校艰苦很多 前五天只是训练 普通的新生军训项目 可后十天 就是真正的新兵训练项目了 爬过铁丝网 过连续障碍 还有射击 军体拳等等 叫人叫苦不迭 不仅如此 最后还要进行全军大比武 比的都是这些东西 获胜的班 还能集体加分 这对奖学金和评比 都是重头 由于宣默都是跟着其他人 中规中矩地做 绝不出挑 所以大家顶多知道他认真 却不知道他强 于是在临到大比武报名时 所有人都愁了 三班有两个体育特长生 几乎包办了所有项目 我们怎么办 班会上宣布了讨论内容后 宣默就坐在一边 听他们叽叽喳喳 田兢兢 我记得你跑得快 叫你去嘛 有个女生站起来说 为什么我去啊 你不是也很厉害吗 田兢兢毫不示弱 反唇相激 宣默对这些女生 奇奇怪怪的小摩擦搞不懂 但他知道田兢兢是个朋友 没理由看他被欺负 于是他站起来 障碍我来吧 嘿 可是班长 你已经五公里负重拉链了呀 这怎么行 那女生做惊讶状 齐上看不下去了 站起来 穿什么状 跳步你来跑 说吧 转身队坐在一旁的周教官道 教官 我推荐 徐静去五公里负重拉链 齐上你神经病啊 我惹你了 你才神经病 你全都神经病 全部惹你了 陈天针对他 我哪有针对他 我有吗 谁看见了 徐静旁边一个女生 拉拉他小声的 哈静 行了 别闹了 哼 徐静狠狠瞪了那女生一眼 跑了出去 周教官瞪起眼 喊道 喂 谈会还没结束 不准出去 可徐静早就跑远了 周教官这些日子来 对这些女生动不动 就作两下的性子没办法 看薛茂不动如山的站着 越看越喜欢 还是这丫头听话 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得好 徐静一跑 场面静了一会儿 又开始闹腾 而且更闹腾了 薛茂皱眉 他转头问教官 那些项目重叠吗 教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 想了想 不重叠 第一天从早上开始 一项一项来 第二天就是最后一项 五公里负重 下午就结业会了 薛茂揉了揉眉心 这呱躁的环境 尚踏精神力的修炼都不顺畅 于是道 那我全报了吧 哈 收拾手上的报名表交给教官 您帮我写吧 我全部报名 这声音不响 但也足够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薛茂转身看着众女的惊讶表情 道 别吵了 回去睡觉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收听 明镜关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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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照片 记得有 few 예识 明镜关节目